第二部分的练习是用气发声和调节共鸣的练习 你问任何一个声乐老师 什么叫科学发声 他们都会告诉你用气发声 但是我们不要误解 唯用气发声就是用很大量的气息 很猛烈的去冲击声诞 这样嗓音的效果 声音的效果不好 质量不高 同时声带很容易受伤 咳嗽就是这种用力方式 这种用声方式 它是把声带避得紧紧的 然后憋紧了 憋足了气 去冲击声带 咳嗽 所以咳嗽很容易 撕养 就是这个道理 用气发声 用气发声 它强调的是用尽可能少的气息 去发出最佳的音色 这个话是意大利的歌唱家总结的 怎么样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用气方式呢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哈哈大笑 它就是刚刚够震动声带 发出哈就行了 它不要哈哈 没有人这样子 这样耗散太多的气息 然后声音效果又不好 但是控制气息 让气息不要 留得比较缓慢 比较细小 比较均匀 这个控制气息 不要在猴头这个地方来完成 要在横隔膜 也就是腹肌腰肌 这个地方 来完成 气息的控制 让它细小一点 缓慢一些 均匀一些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一些练习 养成横隔膜的自觉形 养成它的用力习惯 练多了之后 它你一开口 它自然就会 控制 现在拉伸腰腹背肌肉 两脚分开 跟肩同宽 要点就是 一定要两个手的中指 要很用力 一瞬间把它甩起来 用中指的力量 对 这中指一拉伸的时候 从中指一直下来 整个肌肉给 尤其是腰肌 腹肌 背肌给拉紧的感觉 这样 不用花很多时间的 几分钟 这么拉伸一下 你会觉得腰腹背肌 会比较兴奋 把它拉兴奋起来 它才好积极的用力 好 做一做 四下之后 然后这个肩膀 转一个大圈 转到后面去 注意这个 膝盖要直 这个手也一定要伸直 不能够弯曲 这样才能够把整个 整条下面 一整条肌肉给 拉起来 拉兴奋起来 好 做吧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单手 一个手 一定要 中指一定要用力 拉长 整条肌肉 整条肌肉 给拉长 拉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呃 这边边手 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两手相扣 伸直 一二三 甩上去 五六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嗯 拉侧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那边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 这 这头不要低着 这里是直的啊 头不要低着 直的 尽可能 嗯 把这条肌肉拉长了之后 才弯过去 这边拉也是 尽可能 这里 哈哈 尽可能 把侧腰拉开了之后 才弯过去 啊 好 一 二 不要低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下面 尽可能 手碰到 地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下面我们练一个 四 先深深地吸口气 这口气吸到肺的底部 然后肺膨胀 推动横隔膜往下 往下沉 横隔膜往下沉就推动 内脏再往下 下不了之后往前 所以摸着肚子 深深吸口气 肚子胀起来 腰也胀起来 吸够了之后 细细地出来 很均匀地出来 尽可能这口气维持的时间很长 维持的时间越长 横隔膜就越自觉 它越有能力 控制气息 出得少 养成这种习惯之后 横隔膜就会 很自觉地控制气息 细小地出来 维持时间长一点 平时我们要 注重锻炼身体 跑步啊 散步啊 游泳啊 这对我们的气息 都是很好的锻炼 尤其是游泳 你看游泳 我们常常试 头抬起来 在水面 一瞬间吸够气 然后沉下去 在水里头 慢慢地喷气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你都是希望自己一口气维持的时间长一点的 我在下面 头在下面 你才游得比较快 所以要是喜欢体育运动 喜欢游泳的话 久久之就练出了你那种 一瞬间吸口气 然后很长时间使用这口气这样的好习惯 第二个呢 我们出点声音 声带让它震动 用R或者是双唇打毒来练 如果会R舌头来颤动的话 最好用舌头颤动来练 不要咬 把牙关咬得死死的 这样声音没有好的共鸣 虽然颤动是在大舌头上颤动 但我们想象好像在小舌头上颤动 这样你就获得一点烟枪的共鸣 你看R就在前面的 不能往前是吧 不是不能往前 而是你注意力放在前面的话 这里头容易紧张 后面的鼻音腔的共鸣 你就不能够得到 把注意力放在后面 前面前嘴就放松了 放松一点 到后鼻拱气 好 你们可以看着表 最好一口气能够R15秒以上 现在咱们做做 你用双唇哺 双唇哺练习也是可以的 两种练习各有各的长处 都可以放松我们的喉咙 用哺来练习的话 还可以练出比较高的位置 用R呢 整个的舌头一颤动 颤动到舌根 舌根下面也多少有点波及到喉咙 让它整个的放松 经常这样练 我们就容易达到声气协调 好 下面一口气 深深吸一口气 肚子胀起来 然后尽可能维持到15秒以上 吸过了就发 加大一点难度 声音有点波动 嗯 好好 就这样练 每一次练到最后一刻 觉得没有气了 坚持一下 哪怕你坚持一秒 都好 长期这样坚持 这个横膏膜 越来越自觉 它越来越积极 它的能力越来越加强 然后 你用这口气 哪来说话也好 哪来歌唱也好 都会大大的帮助你 疏通共鸣通道 减轻嗓子的负担 再来一次 好不好 再来我们吸 吸够一口气 然后尽可能15秒以上 要男孩子的话 尽可能要 起码都要20秒以上 这样你这个力量就增强了 气息一旦解决了 你的声音就基本上解决了 所以我非常佩服古人 古人呢 他非常凝练 非常凝练的语言 就总结了这个道理 气乃音之帅也 气乃音之帅也 只要气息你一解决的话 那声音 好吧 其他方面的部位的配合 都只是一兵一组 统帅 一指挥的话 指挥官一指挥 他马上就动起来了 你要指挥官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话 光是那些一兵一组 在那里下功夫 那就挺废力 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要你的气息解决了 你就从根本上解决 嗓音的毛病 消除疲劳 音质改善 三种哼鸣就是 一个闭着嘴来发鼻声 第二个是 张开嘴 松开一点嘴来发鼻声 第三个 张大嘴 张大嘴 舌头伸出来 这样来发鼻声 三种哼鸣 如果哼出来的音色不变 说明你哼的位置 对了 哼到点上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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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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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嗯 嗯 再来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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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连起来 三种哼鸣 连起来 中间不要 改变 中间不要断开 也不要改变 大连线啊 嗯 不要落下来 这样就 嗯 嗯 又出又细 又出又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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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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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挺好 大开口的时候 尽可能 嘴张大 把两边的大压都露出来 好 再来一次啊 哼到那个鼻烟那个点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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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抓在 就抓紧 钉死那个点 死死钉着那个点 嗯 嗯 在那个点 嗯 嗯 在那个点上 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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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好 我们可以放低一点音调 因为我们这个练习 专门是为练说话的声音的 说话声音常常用不到这么高音 嗯 就平时音的音调 平时说话的声音 嗯 嗯 嗯 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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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哼习惯了之后 平时你一开口 无论你出哪个字音 你感觉就在那个点上来说 这样你的话音会比较的文雅 而且传的远 打的远 嗯 你在课堂上 或者在大范围 大场合里头讲话 你就不用 这里清静暴露 这里 抓得紧紧的 然后在你死喊 傻喊 苦喊 嗯 喊坏了嗓子 嗯 然后喊得人家心烦 心烦意乱 你就可以轻轻的说 然后声音打得远 前面的听众 他听起来不烦躁 不会刺耳 后面的听众 他也会听得很清晰 基本上前面近距离跟远距离听起来的音量 音色 变化不大 用这样的嗓音来说话 多轻松 当然 这下面的气息的支持 我们不能丢了 既有良好的气息的支持 又有上面的高位置的共鸣 这样的声音 他就有立体感了 嗯 他就能够上下统一 嗯 啊 好 下面呢 我们 借助这种 哼 来出一个母音 啊 嗯 好 张开嘴 方便一点 张开嘴来哼 方便一点 这样你的嘴就不用再不用去想嘴的动作 你就光是想里头 注意力就放在哪个地方 嗯 哈 嗯 好 肚子 弹跳弹跳得很灵活啊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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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轻巧一点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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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哈不要掉下来 不要 哈 哈 不要掉下来了 嗯 哈 保持 保持那个位置 嗯 保持在那个点 你感觉 其实你还在哼 嗯 只不过那里开了一点 就变成哈了 还在哼 嗯 还在哼 哈 嗯 嗯 嗯 哈 嗯 哈 嗯 哈 嗯 嗯 哈 嗯 哈 但是不要哈在喉咙 喉咙不要去撑它 嗯 哈 哈到喉咙了 嗯 哈 嗯 哈 喉咙自然就行了 记不挤它 不卡它 也不要撑它 很自然的 就像我们平时说话那样自然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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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咬字 肚子咬字 跟哈 然后眉心出声 嗯 啊 嗯 啊 嗯 哈 嗯 哈 嗯 对 很好 哈 嗯 哈 就这样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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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前面的两个部分的练习 如果练熟练之后 我们最好做一做音阶的练习 因为你音阶的练习呢 可以拨展我们的音域 嗯 然后声音这么一流动 在流动中变化音色 变化声音的高低 这样对我们的表达 增强我们的表现力 话语的表现力是很有好处的 下面我们练音阶 在其他的音阶练习之前 我们先用 或者 来 放松我们的 下巴 舌头 嗯 喉咙 然后再来练其他的母音 这样我们就容易达到声气协调 会 比较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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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呢 我们就用刚才练松了 通过练R 这样的练松了的喉咙状态 口腔状态 来练哼鸣 三种哼鸣 连起来 三种哼鸣 音色要一样 不能变化 这样我们才能够抓着这个点 肚子用力 啊 用刚才哼鸣练出来的焦点集中 这种用声习惯来练乌母音 乌 乌 你看在这儿 挂在这个地方去 把这个乌 把我们这一节的管子给吹响 里头 厚鼻道 把它给吹响 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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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地方去 松开牙关 这里捏一捏 捏进去 松开牙关 放松 放松 放松下巴 这个拇指可以这样 把下巴给揉松啊 轻轻地不需要很大的音量 轻轻地来唱 牙关松开 带点哈欠的感觉 肚子用力 再来 音色可以暗一点 音色暗暗地吹到脑后去 哈欠般的深吸口气 好 下面呢 用刚才那个 这个哼鸣 这个点的集中用 集中 声音集中的 那个感觉跟 吼练出来的 比较松的喉咙状态 来练 A1 两个母音 记住 在那个点上 然后比较松 母母音的那个 那个松松的 来练 音乐 音乐 哎呀呀呀呀 用欢乐诵两个乐句走音阶 这个稍自然一点 因为这个练习是专门为一般说话的人练的 不是为歌唱 不需要像每声那样竖 竖 不需要 自然就最好 像说话那样 好 再来 这样开头那八个音 弹跳一点 开头八个音 稍带点弹跳感 弹跳当中有连结 后面的音呢 让它流动起来 连贯起来 弹跳起来 好 下面咱们完整的示范一遍 请王爱宗同学示范 大家可以跟着一块练 第一部分的口腔肌肉操练 抬头张嘴 再来一块练乱 抬头张嘴的练习 重点是训练 牙关的打开 和舌头下巴的放松 哈欠张嘴 哈欠张嘴 重点训练 软饿的上举 扩张 惊吓张嘴 惊吓张嘴 重点锻炼 口烟肌肉 灵活的开合 加强口烟肌肉的活动能力 三种练习 搭配起来练 可以大幅度的活动 口烟喉的肌肉 松开牙关 抬高软额 收紧小舌头 扩充呼吸通道 这对获得良好的 口烟腔共鸣 加强 加强自音的圆润感 和通畅感 是很有帮助的 下面 咧唇 中间 用力搓拢 力量 往唇的中心点集中 然后向嘴角的两边拉伸展开 把力量均匀地分布在两唇相碰的一条横线上 注意唇齿相贴 撇唇 撅起来之后 往前拉长拉细之后 左右 上 下 不要散开 搓拢 搓紧了之后 往左右 左右 上下 上下 转唇 搓拢了之后 向左连续转几圈 然后向右眼 连续转几圈 好 舌头舔 从上齿音开始 一直舔到硬饿软饿 再深一点 舔到小舌头去 往下舔 舌面的中部 凹下去 两边缘 擦着上大牙 往外面拱出来 顶 分别顶 左右 内甲 顶 顶上下船 把上下船顶起来 转圈 转圈 左转几圈 右转也要几圈 好 伸 先抬头张嘴 然后笑一笑 横的方向 跟竖的方向 尽量打开之后 固定口型 舌头 靠舌根的力量 松松的出来 又松松的进去 嘴唇不要动 嘴唇固定了 口腔固定了 舌头缩进去的时候 嘴不要收拢 再来 固定口型 对 嘴唇不要动了 保持不动 前面两个动作 舔跟顶 重点是锻炼舌肌的弹性力量 这第三项的 伸 重点是锻炼舌肌的放松能力 做前面舔跟顶的时候 要想象 舌头好像变薄了 变尖了 变硬了 做这个深的练习的时候 要想象 舌头轻了 软了 长了 经常练习 经常体会 说话的时候 舌头就会特别的灵活自由 该用力的时候 就能用力 该放松的时候 就能放松 这样就能够使到 字音清晰 声音圆润 喷发纯阻音 逐渐加快速度 嘴唇要放松 完以后马上放松 嘴唇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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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 发声习惯远远比单纯练声音更重要 因为如果发声习惯不好 瞎练越久就越会使不良习惯巩固下去 如果练出好的发声习惯 平时的正确用声也就等同于练声 可以日积月累的逐步提高发声技巧 所以做这两项喷弹练习 不要追求音量 应该追求轻巧集中的喷弹力 和点到极止的放松动作 每发出一个音的时候要收紧唇舌机 养成在点上用力的习惯 每发完一个音之后 都要马上放松唇舌机 养成习惯性的放松动作 一旦培养出弹性用力 弹性放松的能力和习惯 说话或歌唱就容易达到 既连贯流畅又颗粒饱满的效果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双手向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二三四五五六七八 二二二三四五五六七八 下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深吸气慢呼气的练习 深深吸口气 摸着肚子 肚子膨胀 然后 呼气的时候 肚子收缩的 肚子收缩的 好 好 深吸气 双唇打嘟鲁 用说话的音高来打 好 三种形式的哼鸣 先分开来哼 连起来 双唇打嘟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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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哼哈跳音练习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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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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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